怎么说也是台湾人 你去嫖妓都原谅你了 谁知道你要跑去洗钱 这是要嫖妓的钱不够是不是 哈哈哈哈 洗钱终身剥夺参政合理吗 网友笑说什么 陈水扁你贪污 还在总统府外面叫什么叫 合理吗 父子俩真的是 不要连到很不合理 你认同我答5好不好 陈水扁又说 年轻时代犯的错误 一辈子只夺终身参政权吗 这样对吗 没有啊 你就之前嫖妓大家给你机会了啊 最后你选举 你看南部人多么好骗 我不知道多么的包容民进党 怎么说也是台湾人 你去嫖妓都原谅你了 谁知道你要跑去洗钱 这是要嫖妓的钱不够是不是 哈哈哈哈 你认同我打三好 不然怎么会一错再错呢 如果这样的话 储的工钱就干脆把它废掉吧 我什么洗钱 贪污 可以说话怎么大声啊 这个时代是 坏人说话那么大声就对了 就坏人讲话比较大声就对了 你要通过这样的一个 储的工钱 终身的法案 可以超越法官吗 跟你讲台湾很多事情都被陈水扁超越了 你认同我打六好不好 一个总统贪污 然后现在在外面 那边叽叽歪 在那边叫什么叫 台湾已经被陈水扁超越到什么地步了 也不抖手了 之前他会演抖手一下 现在就不想站在那边 你能相信这种人是法外就医吗 你在天一帝 天一帝 被我们打七八好不好 今天这个人 因为贪污假装抖手 现在正常的在这边鬼喉鬼叫 这个人是贪污犯 而且是总统 然后为谁辩解 为我儿子洗钱在辩解 我们无事更生保护 现在扯到更生了 我贪娥 我老婆 家事 我儿子嫖玩记者好 现在又洗钱 所以我在这边鬼喉鬼叫 剥夺他终身的参政权 这样对吗 这样合理吗 合理啊合理 怎么会不合理啊 也就很合理的打一好不好 我如果是记者 我想问陈水扁一件事 你觉得会不会是政治破坏啊 你觉得记者如果问这个 会很有趣的打四好不好 为什么都没有人记者跟老大一样有创意啊 前陈总统 你觉得这一切都是政治破坏吗 哈哈哈哈 看他陈水扁要怎么回答 政治破坏你们现在民进党在执政啊 怎么政治破坏 他最恶的就是他没办法讲政治破坏 因为全部都是民进党执政的 如果是马英九执政的还得了 马英九你为中国这样要统议 这样欺负我们台湾人 台湾的南部的怕离 他现在没办法讲 全部都自己人 我今天看到一个网友留言 陈水扁非常认同 他说什么 他看到陈水扁这个一家子里面 竟然就在讲洗钱贪污 合不合理 然后跑到总统府那边抗议 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认同 陈水扁这个人竟然当过 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觉得好丢脸 你认同我打疤好不好 就是这个人竟然当过 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 而且我觉得最丢脸是什么 是民进党的第一任 中华民国总统 就是陈水扁 你觉得他妈的民进党 就是丢脸死了 打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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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就是中华民国 这个金字招牌 被这些人堵叠 你看 都丢脸 你好 我是张老大 喜欢我的评论吗 赶快搜寻 YouTube张老大来订阅 而且我们每周一至周四 晚上十点都会现场直播 快点加入我们张老大频道吧 好